大家好 前面做了一条感谢百万订阅的视频 接下来还是得说一说今天的时事话题 有两条消息这两天很火 第一条是进入11月份以来 中国一些地方的那个核酸检测要求有所变化 从而让一些朋友产生了向往和期待 是不是这个严格的清零政策要放松了呢 第二条很火的消息就是社区国营食堂 在不少地方又办起来了 咱们一个一个来说 这个核酸检测要求一些地方的变化 你仔细的看 它其实是基于现有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文件 所做出的地方性调整 目前还不是中央政府的政策有什么变化 但是哪怕是地方性的调整 是不是也意味着这个严格的清零政策 将逐渐走向放宽呢 咱们今天就来仔细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是11月1号 广西的部分铁路管理部门发了通知 不再要求旅客提供48小时之内核酸阴性的报告 去北京的除外 但是一天之后呢 他又删了这条通知 还有广东湛江旅游局 合肥新桥机场也发出通知 说乘坐火车和飞机 不再要求提供核酸证明了 目前只是少数地方发了这样的通知 但是消息立刻就冲上了热搜派行榜 说明广大网民是热切希望着 这代表着一种管控放宽的趋势 还有一个这个核酸检测调整的措施呢 就是从11月1号开始啊 这个贵阳市开了个头 就说除了少数风险地区的人员之外 还政府免费给他们做核酸检测 其他人呢是本着自愿的原则 愿检浸检自费做核酸 做混检的呢是检测一次4块钱 除了贵阳之外 还有四川湖南甘肃部分地方 也开始自费做核酸了 那请问自费做核酸是表示严厉的风控 将走向结束了吗 那很多人是抱着这样的希望 但是在我看来呢 这个消息更加令人疑惑一些 因为它同时传递出了 另一个让人担心的信号 就是其实防疫将更加长期化 正因为没有人知道它什么时候结束 所以地方政府为长期坚持做准备 尤其是财政上要做可持续的安排 得把勒得太紧的绳子稍微松一松 因为勒得太紧会造成血液循环不畅 从而造成四肢坏死掉 这个自愿做核酸检测 让人猜疑的地方就是愿检进检的这个愿 请问什么叫自愿 中国人日常生活当中有多少倍自愿呢 要知道哪些人需要做核酸检测 最终的决定权仍然是操纵在政府手上的 这个人群今天多一点明天少一点 是在于政府自己调控 比如说一幢办公大楼里面发现了一粒阳性 整幢楼就要被封起来 政府这个要求不变 它只是说大家自愿做检测吧 可是在物业管理方来看就没有什么自愿的 它还是会要求来这里上班的人都要有核酸阴性证明 对于大楼物业方来讲 它从政府那里得到的压力并没有变化 唯一变化的是来上班的人现在做核酸 需要自己掏钱了 你要去上班不是吗 你就不得不自愿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核酸检测 它其实就成了一种财政工具 相当于给这伙上班的人加了一种核酸税 只是名义上说你是自愿的 于是让这种收费变得合理了 还有部分地方火车和飞机旅行 不需要在用48小时之内的核酸阴性报告 是对出行的放宽 但是广西的铁路部门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了 只是你离开我们当地 不需要你再拿核酸报告了 但是如果你去的目的地 在你到达的时候 还是需要你出示核酸阴性报告 那对不起 你还是得去做 它只是把双向的要求变成了单向的 它有一定的简化 但是是在不影响动态清零目标下搞的 所以目前的这些调整 都是地方政府在经济目标和长期防疫这两者之间 想摸索一条道路 根本目的还是想让这个防疫措施所谓行稳致远 最主要的还是在保财政和保防疫这两者之间摸索道路 因为经济下滑 它最终也会导致财政收入减少 导致政府更难出钱支持那种全员筛查式的核酸检测 所以本质上它还是一个财政问题 就是要在减少政府出钱做核酸的同时 向一部分市民收费 以核养核 本质上是这么个问题 但是一旦把所谓自费核酸检测长期化 你自愿不自愿是政府说了算 归根到底还不是你说了算 那就等于把这个防疫变成了为财政创收的产业了 反而让这个核酸检测更难被取消 政府得指着它来补贴家用了 大家感觉到这层意思没有啊 那到这一步老百姓就必须得接受一种选择 就是请问你是要核酸检测呢 你还是要核酸检测呢 第一种核酸检测就是老百姓你自己不用出钱 但是搞全员筛查 或者是常态化的核酸利检 要无差别的受到极大的强制 第二种呢是加了自愿两个字 叫做愿检进检 自愿也自己付费 但是由政府来决定谁应该自愿 比如卡车司机这个职业 它是需要核酸阴性报告才能上路 是你可以自愿的不去检测 因为你可以自愿选择失业对吧 如果你不是卡车司机呢 你也别觉得这事儿与自己无关 因为他们增加的麻烦和成本 最后都会转移到物价上来 这是对于一些地方调整了核酸检测这个事儿 我目前的看法 勒得非常紧的绳子 是有可能松一阵 但是我们要看它的长期效果 接下来说一说社区食堂这个事儿 这个事儿这两天也火了 10月31号 住建部和民政部联合发了一个通知 标题叫做 关于开展完整社区建设试点的通知 所谓完整社区就包括了社区食堂 文件是要求各市和区 应该至少选择3到5个社区 开展这种试点建设 试点7是两年 甚至一些社区食堂早于文件发布就已经办起来了 宣传就已经先搞起来了 大伙一看到这个消息就蒙了 难道说大锅饭就要回归了 那搞社区食堂是干嘛呢 当局的解释是大伙别多想了 搞这个东西就是为了助老福困 不是要取代饭馆 意思就是老年人由于失能失智 自我照顾的能力下降 他自己每天做不了饭 但是天天下餐馆呢又太贵怎么办呢 别急政府帮忙社区食堂来解决 这是发挥社会服务的职能 是这么说的 在试点社区食堂的同时呢 政府说还要建配套的老人服务站 社区医疗服务点等等 那请问是不是背后的故事很暖心呢 请大家注意一点啊 这个社区食堂和老人食堂 其实并不是一回事儿 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 护理过失能失智的老人 老人餐和普通人的餐是不一样的 老人餐可以说是 最具个性化要求的餐饮服务了 比如老人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人 咀嚼功能退化 他的饭食就得做得更加松软 普通人吃的饭菜 甚至那个汤如果太浓稠了 都会造成这些老人消化不良 还有老人有多种健康问题 他在饮食方面 就需要有相应的个性化调整 比如他血汤很高 比如他这个血脂很高 那你在伙食上都得有调整 有家人照顾父母的时候呢 经济条件就算差一点 他营养上可能做得不那么好 但是他知道老人记什么口 彼此之间有了解吗 所以老人家还能够得到一些 个性化的照顾 但是如果他去社区食堂 搭伙吃饭去了 那就完全照顾不到老人的个性化需求了 人类社会的规律是这样啊 越是需要个性化服务的领域 就越需要通过自由的市场竞争来达成 如果是国家垄断 那就完全谈不上什么顾及个性了 大伙看80年代以前 满大街的人穿的都是灰色蓝色的中山装 甚至连男女的服装样式差别都很小 你说你需要一个修饰体型的 需要这样那样色彩搭配的 是根本不可能的 因为那个年代计划经济造成物质短缺 每个人做衣服的布票都是按人头配给的 成年人一年少的那就五尺布 多的年份的一年给一丈的限额 只能解决你最基本的生活需要 那你说女性是穿裤子还是穿裙子呢 她肯定穿裤子 还有这个裤子是往肥里做还是往紧了做呢 当然是往肥里做 因为这个肥的裤子一年四季都可以穿 裙子只有夏天可以穿 就那几尺布 你说你是做裤子还是做裙子吧 你这个女性很爱美 很讲个性化你也没条件呢 历史经验是在消费品领域 国营垄断无一不制造短缺 一短缺你就只能凑合了就没法个性了 那就说照顾老人这个事儿啊 其他国家是怎么照顾老人的个性化需求 是怎么解决老人的吃饭问题呢 穷一些的国家一般都还是鼓励家庭养老 子女虽然不宽裕吧 毕竟是照顾你自己的爹妈 你再差也比拿工资的国营食堂职工 照顾的用心是不是 那富裕一些的国家呢 就是实现了养老的社会化 那么老年人有很大一部分 是住在养老机构里面 老人有退休金 在发达国家 退休老人其实基本上算是收入较高的人群 那自理能力衰退以后呢 就住进养老院 院方给每个住进来的老人建立健康卡 知道你记什么口啊 你有什么健康问题 院方呢可以自己雇厨师或者营养师 自己办餐厅 也可以呢把这部分业务外包给专门的人去做 院方做质量把关 收费越高的养老院呢 当然它伙食个性化做的就越好 所以养老无非解决吃饭就这两条路 第一呢是钱不够 就依赖家人的亲情来解决 第二呢就是 如果你没有家人或者家人不在身边 就用钱来解决 无非就这两条路 这方面日本做的是最好的 加拿大做的也不错 那国营食堂 大家看看有什么条件 第一 你不可能投入很多的钱 对吧 第二工作人员 你不可能对老人有任何感情嘛 由他来办老人食堂 我敢保证 那一定是服务最差 质量最烂的 在实际上呢 它确实也不叫做老人食堂 现在就叫社区食堂 人家也没说只给老人做餐 所谓服务老人 只不过是一个很美好的理由 起步的时候呢 就借用这个概念 让人们便于接受它 还有人争论 社区食堂未必一定国营啊 可能是承包给企业社会化经营 政府来考核的 但是它不是企业独立做的投资决定嘛 都是政府要搞的 所以光谱上都属于广义的官办国有 那请问搞这个大食堂是要干什么呢 首先是起到一定的社会维稳职能 这和官员的考核目标有关 经济衰退加剧以后 确实老年人这个群体的生活质量 会受到很大冲击 因为岁数越大的老人 他就越不可能通过兼职 或者增加工作时间来增加收入 来抵消这个经济衰退对它的影响 另外他们在房产股票上的投资会贬值 今年以来我就看到过华尔街日报 登过几篇文章 讨论美国的老人群体 在高通胀的情况下 怎么过好日子的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对各个国家都是一样的 受到衰退的冲击 在中国除了体制内领退休金的这些老人之外呢 大部分老人受到萧条的冲击也会非常大 首先他们子女的收入也少了 他们自己的那点养老金很少 更难得到子女的接济 另外呢买了理财产品和帮子女买房的城市老人 本身就是韭菜 就是属于被收割的 资产价格下跌 也会让他们毕生的积蓄缩水 陷入经济困境 所以萧条会让这部分人非常容易受到伤害 也确实就影响到稳定了 那本着哪有问题 党就要管到哪去的原则 政府要有些动作 这是它维稳职能的一部分 这是原因之一 大伙一听国营食堂十块钱能吃一顿饭 老人还有折扣 那尚有老的低收入家庭心里就稳了 能凑合吃上饭就不闹事了 它也就达到维稳的作用了嘛 但是前面讲了 很显然所谓社区食堂 它是不可能达到老人食堂标准的 官员并不在乎行业规律 他也不做长期的核算 他就是做个动作 表示党的官规无所不在 他交差就完了 但是客观上任何政府经营的生意 不管它是以照顾老人的名义 还是以服务社区的名义 它的归宿都是一样的 就是都会沦为控制社会的工具 让你的生活依赖它 离不了它 那你就巡服了呗 这个社区食堂办起来之后 提供同等层次服务的餐厅 是没有办法和它竞争的 因为只要政府去查查 谁敢和社区餐厅竞争 去查它的消防和卫生就足以让它关门了 所以国营食堂开起来的社区 同等层次的竞争就会消失 这也是极大概率会出现的 非竞争导致的垄断 最后消费者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人民公社大食堂 开始大伙听说吃饭不要钱 都很高兴 最后连粥都喝不上 同时国营食堂要表示自己很成功 上级的决策很英明 那就不仅要达到维稳的作用 还得裁员广进 成为为政府创收的奶牛 它需要为政府创收 更要把别的竞争者踢走了 这都会排除竞争 国营大食堂听起来是个低端泄气 没档次的机构 但其实本质上它和什么三桶油 连通移动这些高端大气 上档次的国营企业职能是一样的 一是抓国际民生 要当局的那个稳定 第二就是创造收益 成为财政工具 成为政府的奶牛 它的根本目的和根本作用 就这两样 那今天的时事话题 咱们就先聊到这 明天星期四 在咱们的会员网站上 聊的话题呢 是和一位网友提的问题有关 他说他住在日本 日本也有农业协会 那为啥就没有造成我节目当中 所说的垄断带来的种种问题呢 就是和我之前聊的 中国农业供销合作社 复活的话题有关 其实在中国的这个供销合作社 和农业合作社 并不是一个概念啊 农业合作社的目的是把个体小农团结起来 扩大规模 在竞争当中取得优势 其实在日本和北欧这些国家 农业合作社 它的存在是有合理根据的 因为这些国家的耕地牧场 是分散在个体小农手中 它没有那种大农场 它就很难和北美的这些农场主 牧场主竞争 人家都是机器耕作 广种博收 一耕种就是上千英亩的土地 一个牧场就要养成千上万头牛 你这都是些个体小农 怎么跟人竞争呢 所以要办农业合作社 把这些小农联合起来 这并不是为了排除市场竞争 而是为了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 适应市场竞争 农业合作社最早的成功经验 是来自于20世纪初的丹麦 咱们明天在会员网站上来细聊 咱们就来聊一聊 为啥同样搞农业合作 你这搞成了灾难 别人那就是成功经验呢 问题到底出在哪呢 明天在会员网站文昭.ca上来聊 那么在文昭谈谷论金这个YouTube频道 咱们就是星期五再见了 谢谢大家